无论A股是涨是跌 下周股市必须盯紧三大板块 一旦错过了 今年将再难翻身 调仓调仓调仓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下周这三大板块一定要盯紧拿好 2024新年的最强主线就诞生其中 一旦错过必将枯道崩溃 后悔莫及 大家好 我是焦一新 今天上午录制下周日的板块专题内容 还是老规矩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老朋友记得call666正能量支持一波 非常感谢 下面我们来看下周要盯紧的第一大板块 那么MR混合现实概念 苹果的新品 1月19号开放预购 在预定开售的5分钟内 预定服务器被挤爆 开定18分钟库存就售庆了 开定两个小时后 发货日期已经排到了3月 甚至排到了4月 那这是消费电子领域 所以迎来了一个最强的新品了 那苹果之前的广告打的也是非常的强 那瑞银集团的分析师预测 苹果今年的投险的出货量将达到30万到40万台 创收14亿美元 那市场的调查机构预估 2024年全球扩展现实投险出货量将达到390万台 实现两位数的同比增长 那创收14亿啊 对于一个营收3000多亿的苹果公司来讲啊 确实维护其位 但是啊 投险的一个火爆直接拉高了我们对于消费电子 从手机进击到投险的一个关键阶段 也是消费电子未来的一个重大变革的一个领域 有望凭借的混合现实的铺开的产生变革 一方面呢 使用MR的设备观看可以增加沉浸式体验 特别是针对于电影赛事能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产生更多的原生MR设备的内容 产生新的内容形态 所以呢 这是整个消费电子从手机未来啊 将取替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变革 所以凭着整个苹果新品的一个火爆销售啊 那接下来MR混合现实的这个概念啊 将大大的增强 所以下周呢 这个方向啊 我们一定要重点关注了 那同时呢 对于今天我看好的板块标的 也分享到了文章笔记 铁粉们呢 记得去看 文章呢 就是在你手机上和你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打视频 发红包的地方 在那里搜索技术派交易新 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看到了 都是免费分享 那这两周我的文章也非常精彩 那么本周呢 你像周三找盘分享的天谱 特例 吉泰 金 周五呢 都是最高冲到了涨停板上 最终呢 特例强势风板 那周四找盘分享的书画体育 那么找盘也是直接涨停 所有的文章笔记呢 都是给大家呀 免费做的一个参考 那大家呢 可以去看 那这是下周我们要盯紧的第一大板块 那第二大板块呢 我们来看 那看好的呢 就是光伏概念 大家注意了 最近大盘呢 连续探底 但是呢 能够逆势走强 护盘的板块 一个是大金融 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光伏 新动员的方向 所以呢 光伏啊 未来的潜力还是有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光伏板块的估值呢 已跌至了12倍的历史低位 需求方面 2023年呢 国内光伏的装机有望达到了200几瓦 同比增速为129% 占全球需求的48% 2024年海外的需求比重啊 有望回升 除欧洲 北美等传统市场外 你像中东 南美等新型市场啊 也出具规模 多元化市场 共同发力下呢 2024年的全球光伏装机啊 有望超过470几瓦 同比增速约为13% 那行业加速呢 优胜劣汰 产业链库存 价格盈利 基本面啊 逐渐建立 所以光伏产业链啊 在季度最差的时候呢 也是即将过去 因供需错配 那产业链的价格出现短期上涨 后续随着三四月份 光伏需求回暖 上游原材料报价啊 有望进一步回升 那欧美市场呢 在增长目标和强化补贴政策 落地的情况下 随着利率下行 增长动能有望啊 明显强化 而印度 巴西等新兴市场 受益于光伏成本的大幅下降 需求啊 刺激啊 将加速释放 那我们预计2024年 全球光伏的新增撞进量 将接近450几瓦 同比增长20% 库存方面呢 我们预计2023年底 欧洲主件库存呢 接近于50几瓦 那2024年有望 随着需求的增长 而稳步改善 24年的话 一季度出口需求将进一步的改善拐点 那光伏板块呢 海内外供需向好 所以呢 光伏的价值啊 也凸显出来了 大家知道啊 光伏板块一直是一个超跌的板块 对吧 那最近呢 跌的时间确实是跌跌不休 过长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随着市场走弱 对吧 光伏的这个板块 以及大金融的表现啊 确实是积压群雄的 所以下周呢 我觉得继续看好光伏的方向 大家可以注意了 那这是下周要盯紧的第二大板块 第三大板块呢 就是算力板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工信部呢 最近提到了 我国算力总规模呀 是全球第二的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创新能力 位于世界的第一梯队 你像工业机型工业软件 以及数字产品服务能力不断上升 融智能的企业也超过了4400家 所以呢 整体来讲呢 我国对于算力方向啊 现在还是在提前做准备 来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大变革 于此呢 西方这些科技巨头也在摩群叉长开始作战了 为AI之战的囤积武器 Made呢 将赤字数十亿美元啊 购买英伟达AI芯片 扎克伯格表示啊 计划在今年年底获得约35万块的英伟达 H100的GPU 再加上其他的GPU 公司拥有算力总和 接近于60万块的H100所提供的总算力 那与此同时呢 TialGBT支付啊 正在筹集数十亿 打造人物智能芯片工厂网络 该计划呢 涉及到顶级芯片的制造商合作 将芯片工厂覆盖全球 奥特曼的举措啊 反映了他的担忧啊 随着人物智能变得越来越普遍 那或将没有足够的芯片来满足广泛的供应 目前呢 人物智能相关芯片的量产的一些预测啊 低于预期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 大家知道啊 人物智能就是靠算力来供应 没有算力 这个人物智能啊 就相当于大脑瘫痪 随着聊天儿及机器儿啊 TialGBT的逐渐的升级火爆 对算力的要求啊 极具天文数字级别的增长 所以算力啊 才是攻克人物智能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源泉 所以我们能看到啊 欧美国家的这个科技巨头 现在已经率先为此而担忧了 所以呢 我国对于算力方向还是要加紧的备战 那未来三年的中国算力的规模 将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态势 为满足AI大模型带来的爆发式算力的需求 未来智能算力和操算算力的 占比将持续提升 到2026年呢 中国自算算力和超算算力的占比之和啊 将达到40% 所以大科技要想发展 算力必须是源泉 是动力 就相当于第二次工业革命 那内燃机包括电气化 那么主要来讲呢 要的是什么呢 要的就是能源 能源是攻击第二次工业革命 快速发展的一个根本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对吧 现在是人物智能时代 那第四次工业革命就需要的就是算力 所以下周呢 我们要关注算力的这个方向 接下来的一个表现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听完认可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加关注 本视频仅代表 本视频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投资建议 那最后呢 祝大家2024年都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我们下个视频见